杨凤华 你走 走得越远越好 走啊 大哥 欠你一条命 我记着 今天的事我也忘不了 我再求你最后一件事 把贡局那个连长 让我带走 凤华 你不认这个大哥了 大哥 希望将来你心里 还有我这个二弟 你为什么要陷害他 你们是兄弟 我没有陷害他 我只是想让他活着 我能眼睁睁地看着 他和共产党一样被打死吗 他是 他是我兄弟 你真的是 형弟 他把他 天后老公 我没有想要他 让他親他们的乒乎 他把他找他 他还没有想要他 我这不是想见大面了吗 这么多天没见 我这心里边有点 这大面怎么没来啊 没来就没来吧 少个人分肉吃 好 那你说 这仗咱们怎么打 什么怎么打 你还想怎么打呀 那咱们就按老规矩 打败了共军 攻打当家承诺的武器装备 咱们平均分 至于共军的嘛 咱们就看谁的运气好喽 走 走 王姐 你就眼看这小财神 跟丁老客吃肉 咱们茂尔山不合他 这顾万堂的便宜 有这么好占的 怕是挖着坑让咱们跳 不是跳坑啊 那人家都去了叫咱们不去 那不让人笑话 茂尔山的规矩是啥 咱虽然弱这一行 但也不能取独一之在 那共军队和咱们 并没什么过激 人不犯咱 咱不犯人 洪姐 你听我跟你分析啊 这共产党呢 到了一马川了 不定哪天 就抹上咱摸尔山 那咱得先跟他们招呼啊 华子 咱上山是因为啥 那还不是因为小鬼子 让咱活不下去了 咱以前也是山下老百姓 这上山不就为求个活路吗 人姑娘没惹咱吧 咱凭啥让他奶奶的罐头 拿来当枪使啊 我这不是 行 别说了 谁要敢去趟这趟浑水 我就一枪毙了 快 撤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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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下来 小心 快 快撤 快 快 快撤 撤 快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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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не 快 快 快 寻 想当英雄啊 好身手 是当官的吗 别废话 绑了 总崩世灵 江会长 都准备好了 放心吧 宫市长 我的旧国出监会专告暗杀足迹 很有一趟 好 那我在这儿先预祝 你们为党国再见新宫 慕市长 兄弟 我有一事不明 不知可否请教 请说 假若杨风火答应留在崩世灵 你还会取他的性命吗 杨风火可是我的败把子兄弟啊 江会长 你说呢 快点 等一下 西北方向 统一制式枪形 出枪频率一致 三乘三一组 不对 三乘两个半 目标好身手 会不会是咱们的同志 还有风火大哥 不知道 走 咱们绕过去看看 的 就itan了 purpurs Jes Mag'ti 你 彩阳 卡 给 fuckin 管 来 走 连长 连长 连长伤势怎么样 很严重 杨凤虎 你不是带着副连长 去封城令谈判的吗 这怎么回事 我被算起了 我对不起你们共产党 副连长 杨凤虎 你是不是跟土匪处都好的 把这放下 他跟土匪处一伙的 事情都搞清楚之前 对 你别冲动 救人要紧 龚市长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万一杨凤虎 察觉到在背后指使的是您 你们兄弟可不好见面哪 这个你不用担心哪 我主要是担心 您这个杨凤虎受了共产党的迷惑 与我为敌 只要他和共产党不做同一条板凳 他依然是我的兄弟 既然干了就干到底 这次要不是他遇到旧兵 他早就没命了 您说怎么就那么巧 就遇上那俩共军 就是不遇上那两个共军 恐怕你们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师座 那您觉得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静观其变吧 那个姓张的不是还在咱们手里吗 我料他共产党不敢轻举妄动 抓紧时间 招兵买马 师座 我倒是觉得这个杨凤虎活着 就是个祸害 应当尽早除掉为妙 看看他下一步动作再说吧 如果他真的投奔了共产党 那当然格杀无论 你说呢 娘 你干吗去 娘出门有点事 你自己练字吧 娘 平常这个时候 你可从来不出门 娘一会儿就回来 娘 您没看见爹吗 您不陪爹吃饭啊 你爹有事就不去打扰他了 文奇乖 自己练字 乖啊 娘一会儿就回来 爹 文奇 你怎么来了 爹 娘自己一个人下山去了 什么 娘刚刚到这儿来找你 不知道为什么 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就没有进来 然后一个人急匆匆地下山了 爹 你赶紧去把娘找回来啊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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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市长 村夫人的举动有些蹊跷啊 我们刚才上议的事情 如果透露给共军 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北人 你什么意思吧 你说我那人私通共军 我没那么说 不过尊夫人和杨风火之间的关系 我也略有耳闻 我看还是赶快派人下山 把尊夫人请回来较为妥当 大海 干嘛呀 带人下山 赶快去把公府人带回来 是 慢着 我那人的事 还是我自己去办 走 公市长 俗话说得好啊 无独不丈夫 有二心的老婆 留着还有什么用啊 你怎么办 让人给我更一杯吧 特派员 特派员 你来到崩石岭 查说我家里的事 你未免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吧 我告诉你 谁要是打我老婆的主意 就是天王老子 我要照样杀 公市长息怒 息怒 江茅一时与时多有冒犯 公市长的假释 自然由公市长自己处理 不过 公市长 我们刚刚与共军起了摩擦 这个时候您亲自下山 未免有些不妥吧 她是我老婆的 还是我自己去吧 没想到性宫的也有软肋呀 服林长的伤怎么样了 连长身体底子好 换作一般人早就扛不住了 但是连长必须马上送往军区治疗 不能耽误 我辜负了你们的信任 对不起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来安排 送我郡去医院 是 杨风虎 你还演戏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等着啥时候 等他俩结婚之后喝喜酒啊 郡夫人啊 你是有家的人了 你别找我哥了 行吗 我真找他有事 你有事找公安堂去啊 他多厉害啊 他打一个喷嚏 这一马穿着得抖三抖 我哥不行 他没用 你找他能帮你什么忙 你这你该忙啥忙啥去吧 同志们 由于连长身受重伤 军区命我代理连长 接下来 由我带领咱们长盛连 全力为巧 以龚万堂为首的土匪武装 那还等啥 连长 下兵领吧 是啊 连长 下兵领吧 报告 报告 有紧急情报 怎么了 满仓派长带人摸向了 崩石里霍山 说是要亲自救出制导员 无组织无纪律 费者在通道 沉壁 住以炭 走 行 垫着 垫着 走 同志们 准备撤 连长 千错万错 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无祖之无纪律 你这是白白送死 你知道吗 你要杀 要剥 我都认了 我就是个混蛋 根本不会成为咱们长盛连的一分子 满沧 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如果真像你想的那么简单的话 咱们还不说什么 咱们一块拿着枪冲上上不就得了吗 你连情况都没有弄清楚 就冒人行动 你这样会牺牲多少战士的生命 等待处理 连长 下去 是 你怎么都不在啊 这人呢 我们怎么买酒喝呀 你看都没人 干吗这人啊 这下没好酒喝了 人都去哪儿了 干不干什么呀 这是什么事呢 奇怪了 人都干不干什么呀 这 这 这 你说什么 干不干什么呀 这女的是谁呀 这女的是谁呀 不认识 我看样子 好像不是咱一马川的人 蛮漂亮的啊 确实漂亮 我 我认识 你认识 她是公安堂的老婆 前几年 我看见她和公安堂一起来过咱们一马川 你不要乱说啊 我 我 我绝对没乱说 走走 走 快走 瞧姐妹 那个是公安堂的老婆 兄弟 你还是躲远点 那公安堂可是个火炎网 公安堂 你再人继续巡逻 我去报告满舱派找 是 哎呀 马舱哥 马舱哥 公安堂的老婆来一马川了 什么 川里的乡亲们说 她去小克营了 这个土匪婆子找上门来了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正好拿她来换指导员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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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在了 就是他 你是龚万堂的老婆 抓起来 是 走 你们干吗呀 走 我来找风火 放开我 我来找风火 你们想干什么 杨风火 她是龚万堂的老婆 龚万堂刚刚杀了我们多少同志 指导员现在还在她手里呢 这个女人竟然刺透罗网 我们正好拿她来换指导员 山上的事情跟她无关 她是无辜的 她无辜 那我们牺牲的战士不无辜吗 她是土匪的老婆 就是和土匪同流和巫 哪儿学的毛病 同流和巫 你们成天骑马 你们的伤口也是一回事吗 杨风火 今天这个女人 这我们一定要带走 指导员现在还在郭万堂手里 不知道受到怎样的折磨呢 我们不伤害她 我们只剩拿她来换指导员 否则的话 攻上崩尸令救指导员 还会有多少战士 死在郭万堂的手里 你想过吗 你们的指导员我来救 不碰女人 不碰孩子 这是我的底线 杨风火 救出你今天 对这个土匪婆子这么为祸 我们就信不过你 把这个土匪婆子给我带走 谁敢 杨风火 马特 把枪给我放下 马特 兵长 把枪给我放下 放下 你们是土匪吗 这么多人 端着枪对着一个 手无寸铁的女人 你们这种行为 跟土匪有什么区别 不是 连长 她不是普通女人 她是龚万堂的土匪婆 只要我们抓了这个女人 我们就可以拿她 来换指导员啊 姓宋的 夫债欺偿是吧 我真是高看你们共产党 我们共产党 绝对不会 诸恋无辜 不不不 安藤 带着你的人 回去 不是 连长 指导员还在公安堂手里呢 这个女人放不得呀 这可是我们救 指导员的好机会呀 人一定要救 但绝对不能用这种方法 安藤 我可以现在订阅 我可以救你 Pittsburgh 还在哪里 我可以救我 你不要再救我 我可以救他 你们这种方法 哪里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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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说两句先 thing to 雪南妹子 你就别进去了吧 她是公安堂的老婆 我不能让他把阳峰火带到沟里去 你 我没有骗你 你愿意相信我吗 你不会干这样的事 我知道 谁说他不会干这样的事 摆明了 就是他们串通好的 把你缠住 好对付副连长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要害共产党 到底是你男人做的 你闭嘴 这有你什么事 谁让你上来的 我不放心你们俩单独在一块 我怀疑 他是公安堂派来策反你的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丽雪南 你是雪狼 你一个人就能顶上一支队伍 龚万堂那个老狐狸 巴不得你回去替他卖命呢 我问你啊 在崩石里 你把风火哥拉去喝酒 杀死副连长身边的人 是不是想挑拨离间 让我们共产党跟风火哥翻脸 现在你又专门跑着来找他 是不是想策反他 怎么 答不上来 如果你还有良知 你就回去告诉你男人 放了我们指导员 否则你就是重招为虐 山上的事情他不管 你跟他说不着 他男人胡作非为 他凭什么不管 他在崩石里 吃的 喝的 穿的 用的 哪一样不是宫碗头 从老百姓手里抢来的 凭什么要用别人的痛苦 来喂养他呢 你 干嘛呀你 干嘛 你别说完蛋了我 是我的错 我不该来 风火 你走吧 别再管一马穿跟崩石岭的事了 走得越远越好 还说不是来当睡客的 你们只做风火哥 想到一马穿做什么呀 玉蓉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走 你已经打打杀杀半辈子了 去过你自己的生活 把我忘了吧 杨风火 你别想跑 你欠下的债 还没有算清楚 走 快点就走 来 laughs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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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蓉 玉蓉 怎么样 没事吧 好 那赶紧走 要是这个女工党通风报信的话 难免有一场恶战 走吧 兄弟 你不跟我一起上山吗 免得共产党惹你的麻烦 我这个无信无义之人 还是留在一马穿的好 本来共产党跟我毫无瓜葛 ummer 你们这都拿来 都是为大哥您所赐啊 兄弟 你还在埋怨我呀 我不该怨你吗 为什么就不能下山 就不能好好聊聊 就非得要让一马穿 血流成河是吧 一山难容二虎啊 我要是下了山 搅了枪 我就是一只猫 任人宰割 甭施令跟我 跟我那么多年的兄弟 我得带他们走一条阳关道啊 下山 下山 就是阳关道 行 行 既然这样 随你吧 雪楠 把枪放下 小丫头骗子 拉枪指着我脑袋的人 没有一个人能活着 能杀了你为我爹报仇 我死了也知 行 大哥 我往这儿走 你开窗门 关他 能不能不要杀人了 为我积点德 为孩子积点德吧 好 兄弟 这小丫头骗子 别让我再看见他 来 他 唯狗 你干吗 别担着我 放开 杨风狐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杨凤华 你刚才要是帮我 我就把郭万棠给杀了 怎么回事 你没事吧 连长 郭万棠来了 但是杨凤华把他给放跑了 你怎么倒打一耙呢 郭万棠为什么会来这儿 为了公夫人 你说 你跟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伙的 郭万棠 郭万棠 你怎么就不失好人心呢 跟土匪成兄道弟 算什么好人 你不要自己的命 你们指导员的命 也不要了吗 我 够了 徐丹同志 杨凤华说得没错 指导员现在还在崩氏岭上 如果咱们贸然行动 一定会危害他的安全 既然要救人 就得从长进矣 不能应来 不能应来 你们一个个大男人 怎么那么怂啊 等你们想好了办法 这道远早就没命了 然后这事 你发生的员 你不想什么 你不想吃 我发生你的态 你不想乱 你不想听 你的态 我知道这些生活是怎么来的 这些东西都沾满了血腥气 血 血腥气 没有啊 要不 我让他们再做一份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大唐家 收手吧 我们一家三口 过着平平安安的日子不好吗 为什么总是要打打杀杀 为什么整天都是要提心吊胆的 来 来 来 鱼蓉啊 这个世道 你要不吃掉别人 别人就会吃掉你 要做人就得狠 否则一辈子只配当粮食 可是作孽太多会遭报应的 我不想看着你 看着儿子出事啊 报应 我当沐家那会儿 那些逼着老百姓没活路的人 遭报应了吗 作恶多端 只要手里有枪 政府来了 也要尽你三分 做一辈子平头老百姓 尽一辈子灯 行一辈子的善 到最终 还是被这世道吃得 连骨头渣子都不会剩 玉蓉 我想让你过上好日子 让咱儿子也过上好日子 咱们是穷出身哪 不争不强 一辈子受穷 你不明白 我宁可一辈子过穷日子 至少心安理得 这有我在 你有什么不心安的 算了 不说了 跟你说了你也听不通 我认识不少共产党 他们个个都是硬汉 打日本鬼子那会儿啊 他们总是拼到最后 拼个鱼死网破 不过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们的部队就要攻身了 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死到临头了 古牧将 别废话 有种就杀了我 好 行 来啊 我只是给你开个玩笑 你不要介意啊 我是个木匠种人 最懂得物尽其用 我是个木匠种人 看现在 共产党和龚万堂这架势 恐怕也没太平日子过了 风火哥 你就别管了 你赶快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欠下债啊 我得把债还清了再做 你要怎么还 把关在山上那个共产党 给救出来 可龚万堂根本就不信任你 你一个人怎么救出 那个共产党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这个办法 会损失一些你的名誉 火哥 为了你 我连命都可以豁出去 我不在乎名誉 你配合我演一出戏 血狼兄弟 血狼 血狼 血狼兄弟 出来 我们兄弟吃饭 血狼 出来 快出来呀 血狼 血狼 出来 怎么了这是 抗日英雄 血狼 我们大家想请他吃个饭 人家是大英雄 是 他也算抗人英雄 杨凤禾 你出来啊 杨凤禾 你出来 杨凤禾 杨凤禾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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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出来 杨凤禾 我们指导员还被公安堂 怪这不知死活呢 你还有脸在这儿喝酒 什么抗人英雄 我看你 就是流氓 上耳溜子 你个白眼狼 要不是火哥救了你 你早死在公安堂的枪下了 许男妹子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我是抗日英雄来的 你看 你看 我杨凤禾 虽然杀过几个鬼子 可但是 我那是为了报私仇 谢谢 谢谢 我算你重要的 你早死在乡 满夜的风吹不散被了 蒸发的路亦不亦沧桑 心怀着河山往四方 盼望着明天中的晴朗 不眠不休不退不让 来世慕望兄弟再一场 对就当个不去乡里烧 脚下的热土是假乡 别出话在乡中是流浪 是男儿就应战至几两 英雄不问长夜多长 孤单向前不再彷徨 星辰的微光将希望 亦亦照亮 男儿不畏昏归沙场 英雄不问长夜多长 孤单向前不再彷徨 星辰的微光 星辰的微光将希望 亦亦照亮 男儿不畏昏归沙场 中文字幕——YK